本来我打算开门的,但是隔着一道门,我好像听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声音,老婆此起彼伏的哼叫声若有若无的传来,基本上已经可以想象里面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本来出差提前回来,就是想给妻子一个惊喜,但没想到会是这样,我敲了门,从声音来看,里面已经慌乱了起来,能听到房间里脚踩地板乱糟糟的哒哒声,随后电视机的声音被调大,渐渐将所有声音全部都盖了过去。 大约两分钟之后,我的妻子开了门,见到我,她笑脸盈盈地将我抱在怀里。 但我一心只想要抓住肩肤,于是一把将她推开,迅速地朝着屋内走去,屋内一个人都没有,但窗户是开着的,想必是从窗户上逃走的。 我从窗户内向外看去,看到一个人影在马路上飞快地奔跑,已经看不清脸了,只能看清她身上穿着浅蓝色的外卖制服,我扭头愤怒地质问老婆,钱晴晴。 你刚刚干嘛了? 没干嘛,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啊,怎么了? 她很是轻松地回答,但是我依旧能够看出来隐藏在她眉心底下的那一缕慌乱,外面那个人是谁? 刚刚和你私混的那个男人是谁? 哪有什么男人?老公,你是不是想多了? 她还在狡辩,我气愤地将双手紧握成拳,恨不得一拳打在她的脸上,但是我没有证据,也就没法再说些什么,稍微冷静了些,我便没有多问。 但是这件事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结束,我一定要把那个人给揪出来。 晚上,趁着老婆洗澡的空隙,我将她的手机拿了过来,她手机的密码就是我的生日。 我手机的密码是她的生日,这是我们相互之间说好的,要彼此信任,但是此刻,信任已经出现了裂缝,我已经不再相信她了。 我很快就解开了锁,在微信和QQ中检查她的聊天记录,但是一无所获,想来她已经把所有的记录全部都删除干净了。 偷情的女人,智商确实在线,想到今天跑出去的那个男人,穿着的外卖制服,于是我点开了老婆点餐的软件,似乎也没有什么异样,从往常的购买订单中。 我看到妻子买的最多的便是烤鸭,而且是同一家店,名字叫做同济烤鸭店,她之前也对我说过,她最喜欢吃的美食,就是烤鸭。 而且很想吃一顿地道正宗的北京烤鸭,这家店的外卖员不是外包,而是自己进行配送。 从每月的订单量来看,也不是很多,价格上也比平常的要贵上不少。 软件上有那么多销量好的烤鸭店铺她不买,非要买一个销售量一般店,我实在是想不明白,我继续搜索她每次订单的要求。 这个烤鸭店对烤鸭的要求划分还有很多,首先,大的分类就有热喝粮两种,难道烤鸭还有粮的,就在我还想接着查下去的时候,一条消息谈了出来,小骚货,今天被干得爽不爽。 这条消息,是烤鸭店的一个外卖员发来的,浴室的门被拉开,我听见了声音,赶忙把她的手机原样摆好,自己半躺在床上,假装玩手机,她这次洗澡时间明显比之前更短。 出来的时候,脸上也是肉眼可见的慌张,看样子是害怕我在这期间偷看了她手机,她上身只是披了一件白色的浴袍,将身子整个的包裹住。 头发也还是湿漉漉一片,走过来的时候,瞥了一眼她,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,假装很不在意地拿起,随意地划了两下,在确定没有被动过之后,她长述了一口气。 我心里暗笑道,如此小心翼翼,也实在是为难你了。 心里越是这样想,就越觉得不痛快,那个外卖员发来的消息,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,在别人面前是小骚货。 在我面前装得跟个青春玉女一般,我着实感到恶心,于是我决定对她发泄一下心头的怒火,我一把扯下了她复着的浴袍,将她玲珑有质的身材尽情地展现在我面前, 想到刚刚自己的老婆被人享受,我也便不再有任何怜惜,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,我已经将她整个压在了我的身下。 她整个身子微微透出粉色,脸上花容失色,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到了,想要反抗。 老公,你别,我全然不顾,对于她的红唇猛作,一双大手在她身上肆意。 毫无怜香惜玉的心思,她发出一阵阵的惨叫,不知道是因为畅快,还是因为疼痛,不管怎样,我在这一通操作之后,心情好了不少。 第二天,我借口身体不舒服请了假,等到她上班之后,我用自己的手机搜索了那个烤鸭店,这个店和其他店有所不同。 系统,在购买烤鸭之前,首先要进行一系列的信息登记,都是一些基本信息,还要上传身份证,进行登记之后,我便开始选择烤鸭类型,首先的两个大类就是热和凉。 我一想,谁愿意吃凉的烤鸭呢?于是我点击选择了热。 但是系统,便立刻提示我,根据我所填的信息,推荐良性烤鸭,好吧。 既然是系统提示,那肯定是不会错,于是我改了选项,后面还有蜡度选择,B级,B级,C级,D级,E级,以及L级以上,我点了一个C级蜡度,在烤鸭块数上,也有数目要求,从20块到35块都有。 我随便点了一个22块,很快,下单完成,有道店取货和送货到家两种,我选择了送货到家,另外要了一份餐具,系统显示商品40分钟后到达。 在等待的过程中,我一直在想,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烤鸭店,手续繁琐,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要求,为什么老婆那么喜欢这一家的? 还有那个外卖员到底是谁?我的妻子和她只是单纯的偷情,还是有着更多的关系,实在想不明白。 就在这时,门鸣响了,我打开了门,门外站着的是一位妙龄女子,大概20岁左右,穿着浅蓝色的工作制服,鹅蛋脸,柳叶眉,水汪汪的大眼睛,风润的唇上略微湿了点粉色,披肩的长发直到腰间。 整个身形凹凸有致,又辣又迷人,我心想,外卖员颜值都这么高,想必烤鸭也不会差到哪去,我的烤鸭呢? 我向她的双手和身后看去,并没有看到我想要的烤鸭。 她竟毫不客气地走了进来,迎面靠近我,我的鼻尖就快与她的脸蛋触碰,被她逼得连连后退,她顺势关上了门,嘴角一笑道,烤鸭对吧?我就是,想吃吗? 我心头一惊,脚底打滑,直接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,她健壮,便将整个身子贴近我,在我耳边轻微地吹气,有一阵素养和清凉的感觉顿时,从我的耳根传来,我的侧脸与她的侧脸相碰,Q弹,就好像碰到了一块果冻,我骤然起身,一把推开她,对她说道, 不好意思啊,姑娘,我只是点了一份口鸭,你不要这样。 她撩起绣发,笑着解释道,没错啊,我就是你点的商品,女,二十二岁,C罩杯,上门服务,还有你要的套,我都给你带来了。 我一脸猛逼,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,她见我是一个新手,于是就慢慢地跟我解释说道,热是男性,粮是女性,辣度对应的是CAP,快速对应的是年龄,餐具就是套。 你点的上门服务,于是公司就派我过来了,你网上交的只是订金,结束之后还要付全款的。 我大惊,原来我老婆一直点的是这么个玩意。 热对应着男性,要是按照她点的次数来看,她都不知道被糟蹋过多少次了,难怪点餐日期都是在我出差的时候。 我被绿了这么多次,竟然还不知情,甚至还想着要原谅她这么一次,我简直太天真了,所以你还要不要继续? 这位姑娘见我陷入沉思,用双手在我面前挥了一挥,不用了,我不知道情况不好意思,放心,我不会为难你,全款多少我转给你,这样你回去也好交差。 我温和平静地说道,掏出手机打算转账,我按照她说的数字,将钱全数转给了她,她从业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感觉直接拿钱不办事,感觉多少有些不好意思。 变得客气起来,我看穿了她的心理,刚好借这个机会问下关于烤鸭店的情况,顺便看能不能套出那个和我妻子偷情的男子的消息。 于是说道,要是你觉得不好意思,我问你几个问题,你如实回答就行了。 她很快点头,显得很干脆,毕竟这比她在床上卖力轻松多了,你们烤鸭店昨天下午有没有在这一块接单的? 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问道,她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下巴,歪着头思考了一会,好像是想到了什么,说道,有的有的,有一个叫韩瑞的同事,昨天就接了一单,据她说是和一个有夫之妇偷情,昨天好像还差点被抓包了。 你怎么知道?看样子有了一些头绪,我继续问道,她都在我们工作群里面说了,还拍了和那个女人的床照。 她拿出手机递给我看,照片中,一名女子赤身裸体和另一名男子纠缠在一起,都是在进行活动时的自拍,还有几张这个男人的吟笑,虽然女子的脸被打上了马赛克, 但是从图片中房间里的陈设来看,是我家没错,看来我老婆玩得挺花,平时也没见她这么赛气,我怒火中烧,咬牙切齿,忍不住攥起了拳头,也不知道哪个男人这么傻,被绿了多少次都还不知道。 她在一旁捂着嘴,开始偷笑。 突然一瞥,看到我眼中充斥着火一般的怒意,赶忙解释道,哥,我不是说你。 我冷笑,笑声令人畏惧胆寒,图片里的那个女人就是我老婆。 她一脸震惊,尴尬地说不出话来,我拿过她的手机,将上面所有的照片全部都传到了我的手机上,掌握了这些证据之后,我便开始策划反击。 最起码的是,要让这个贱货净身出户,但是因为这些照片脸部都被马赛克遮挡,就怕到时候把照片拿出来,我老婆抵赖,索性暂时我就不打草惊蛇。 找到更多的证据之后,一举将她扫地出门。 晚上,老婆回到家,我依旧表现得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,等到她半夜熟睡的时候,我再次从她的枕边拿起了她的手机,可是没想到连输入了几次密码都没有成功,看样子老婆为了提防,我已经把密码给改了,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,看来她已经心虚了。 既然如此,我只能把她的手机放回原处,静静睡去。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,我发现老婆不在身边,厕所的浴室传来了我老婆的声音,于是我捏手捏脚地上前凑在门边,里面传来了我老婆小心翼翼地对话。 不是说,这几天都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吗?上次差点被抓,还不知道收敛些? 那你什么时候和她离婚,和我在一起? 电话那边传来一声难音,声音猥琐至极,再等等吧,我要把她财产骗过来,这样才能让我们两个人以后接着逍遥快活啊。 我老婆娇声娇气说道,乖,小宝贝,这几天好想你,叫一声给我听听。 别闹,我老公还在卧室睡觉呢,要是被发现了不好。 就你老公那智商,发现不了,哈哈。 接着,浴室里便传来一阵我老婆低沉的声喘,声音苏眉入骨,还是和以前一样骚气,我喜欢。 男人很满足地挂掉了电话,听到这些,我气不打一出来,没想到我的老婆不仅偷情,还想着转移我的财产,和别的男人一起逍遥快活。 没想到多年的枕边人,竟然怀着这样的心思,那既然这样,我就更没有必要手下留情了。 就在我思考之际,我老婆完事了,从浴室里走出来,看到我就站在浴室门口,她的神情顿时就慌乱了起来。 老公,你什么时候起来的? 她脸色明显变得难看起来。 就怕我刚刚听到了他们两个的谈话,哦,我刚醒,想来上个厕所,你脸色不太好,没事吧? 我故作轻松地说道,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,没事没事,可能是昨晚吃坏肚子了。 听到我说的话,她猜测,我应该没有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,长舒了一口气,放松下来,我心里想着,肩负淫妇,等着吧。 有你们好看的,一条复仇计划,便就这样在我的心里产生了。 晚饭时,老婆就开始打我财产的主意了。 老公,我最近有过朋友,想要投资一家公司,需要点钱,我想借他点,算是入股,到时候,只要公司盈利,我们坐等收钱就行了。 要多少? 我配合着说道, 大概一百万。 一百万? 要知道我在外拼死拼活打拼这么些年,所挣的积蓄,加起来也不过才六十万,哪里来的一百万? 我语气中带有一丝不满,当然,这都是装出来的,因为我早就猜到了他肯定要这么做,我们可以把房子和车子都抵押出去。 他说的是如此的顺畅,表现得迫不及待,这样一来,凑齐一百万,肯定没有问题。 这是要把我完全吃干抹净啊,连房子和车子都不给我留,这个女人也是够狠的,我假装点头,然后叹息一声说道,我本来想把钱全部投入一个朋友管理的基金,来钱快还稳当。 基金,能赚多少? 他饶有兴致地问道,一脸贪婪的神色,我朋友上个月净赚五十万,回报率挺高的。 我故意在说到数字的时候,把音调调高,目的就是想要让他重视,基金这东西,只要掌握了市场行情,就很好赚钱,我朋友干这个,干了十多年了,很有经验。 老婆开始沉思,他心动了,我乘机怂恿道,要不如我们先投个基金试试看,一个月之后就拿出来,到时候给你朋友的公司投资入股,还能多占一些股份。 你这个朋友靠谱吗? 他还是担心,眉头贫促,考虑我所说的内容到底是否真实。 当然,要不是当年我的这个朋友欠我一个人情,他也不会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我。 我回答得很干脆,语气中更是透露出无比的自信和坚定,他点了点头,最终还是相信了我所说的话,但是基金投入的最低门槛是二百万,所以我们还需要借点钱。 我挠了挠自己的头发,表现出很苦恼的样子,没事,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。 可能是想到马上就能将我的财产全部骗走。 老婆开始有点迫不及待,想要赶快开始这场交易。 我大概明白她所说的办法,估计就是找自己经常优惠的韩瑞借钱,我肯定不会阻拦。 把韩瑞这个狗东西弄得倾家荡产才好。 只要钱全部到账,我就将其全部转移到我朋友的名下,挂的是投资基金的名义。 到时候再和老婆离婚,她一分钱都别想拿到。 不到一周的时间,老婆很快就将钱全部凑齐,我将其全部投入到了基金之中。 既然财产的事情已经完成,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记录下这对狗男女偷情的证据。 我和老婆说我这几天需要出差,她一听反而还很开心,但是脸上没有表露出来多少,她心里当然想的就是优惠情人的机会终于来了。 而我也早就做好了准备,在我们卧室床的对面壁画中安装了一个小型的针孔摄像头,能够清晰地拍下他们两个人偷情的证据,就等他们上钩了。 我因为是假装出差,于是就在离家不远的酒店租了个房间居住下来,另外我还邀请了老婆的父母,借口说是她想二老了,想请二老一起吃顿饭,顺便看一出大戏。 钱庆庆原本就是城里人,嫁给我这个乡下人,自认为是降低了身份,每次到她家,总是要受到她父母的一阵数落和冷嘲热讽,猜到这段时间老婆肯定要偷心。 要是能够让二老看到这样刺激的场面,想想就过瘾,于是这几天,我就一直盯着摄像头里面的动静,果然,在我洋装出差的第二天,她就手机点了烤鸭店的外卖,来得正是韩瑞,她穿着烤鸭店的工作制服,一进门就直扑卧室而去,而我的老婆早就已经拖个金光在床上等待着她。 韩瑞就像是恶虎扑石一般,猛然压到我老婆的身上,我老婆趋以逢迎,尽情展现着凹凸曼妙的身躯,一脸享受的表情,好家伙,平时和我在床上的时候表现得像一个死气沉沉的木头。 没想到换一个人,立马就生龙活虎,变成一个吃人的小妖精,尽管画面没有声音,但我已经能够联想到老婆高亢的叫声。 此时,他们二人正在卧室内行云不语,殊不知我已经将这一切都给记录下来,他们表现得越是浪荡,我反而越发的开心,就在他们酣战正盛的时候。 刚好老婆的父母给我打来了电话,说是已经到了车站,打女儿的电话没有人接,所以直接给我打了电话,要求我开车来接一下,我心想,你们女儿当然没法接电话,正忙着偷欢呢。 在电话中,我立马回道,爸妈,你们等我,我马上就过来接你们。 到车站时,二老依旧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态度,询问为什么自己的女儿没有和我一起,我心里痴笑,嘴上只是说,可能她在忙别的事情没有空过来吧。 很快我就带着二老来到家门口,在门外能够隐约听到里面老婆的浪叫,只是二老耳朵不灵,没有听见,我很小心地将门锁打开,引二老来到卧室,爸妈,轻轻说她在卧室给你们准备了惊喜,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 二老点头答应,心里面满是期待,越靠近卧室,里面传来的声音越是清晰响亮,我轻轻扭动把手,将门缓缓打开,二老进门一看,惊掉了下巴,满是皱纹的老脸迅速拧巴到了一起。 活生生像一个烧卖,床上的两个人全身赤裸,正在进行亲密的深入交流,或许是太过投入,竟然没有发现站在一旁观看的我和二老,可嗨嗨。 我提高嗓音咳嗽了几声,老婆和韩瑞寻声望过来,很快停止了一切动作,立刻扯了身边的被子,将身子盖住,两人就这样蜷缩在一块,脸上的尴尬可想而知,你这个死丫头,你看看你在干些什么。 老婆的父亲伸出右手,颤抖着指着床上的一对狗男女,立声喝倒,我们前家的脸都让你给丢紧了。 爸,床上的老婆开始抽气,神色难堪,是这个男人勾引我的,和我没有关系啊。 没想到她的头脑转得还挺快,直接甩过脸都不带红一下的,韩瑞将头深深地埋进被子里,浑身抖得就像是触电一样。 听到钱晴晴这样说她,立马从被子里钻了出来,上手给了她一巴掌。 钱晴晴,你个不要脸的女人,明明就是你勾引我的,说什么要和你老公离婚,和我在一起。 没想到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,现在已经开始狗咬狗,实在是精彩极了。 看到场面如此狗血,我心中由于抱负带来的爽感,就更加痛快,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添上一把火彩行,爸妈实不相瞒,今天这情况你也看到了,这婚不离也得离。 没等二老发话,我老婆就裹着被子,直接爬到我面前,梨花带雨地哭诉道,老公,我知道错了,我就犯了这一次错误,下次再也不敢了,何况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 就一次,你自己背着我不知道约了多少次,我拿出她的手机,将手机点到她的外卖记录上。 画面递到二老面前,并在钱琴琴的面前晃了晃,这个烤鸭店就是专门提供这种服务的,你看看你们的女儿到底点了多少次。 原来,你都知道了,她的披肩长发由于刚刚进行的剧烈运动变得凌乱不堪,她流下的眼泪就这样顺着贴着脸旁的长发落到地上,至于你怀的孩子,大概率也不是我的。 我冷冷地盯着她,目光中没有一丝感情,你不是想和我离婚,和这个男人在一块吗?现在我成全你。看到我的态度如此决绝。 钱琴琴哭得更加伤心,拼命般地嚎叫,我有理由怀疑现在的这一切都是她装出来的,二老见到自己的女儿哭成泪人,也开始心软,想要劝我们和好。 女孩子难免会犯一些错误,你就给轻轻一次机会吧。 没想到二老也跟着霍西泥,我冷哼一声。 异常坚决地说道,你们的女儿不仅仅偷情,还在想着怎么样转移我的财产,让我净身出户之后,她好和情夫在一起,我是不能原谅她的。 肚子里还怀了不知道谁的野种,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婊子。 我直接而又狠立地骂道,之后不管她如何哭诉,不管她的父母怎么劝道,我都无动于衷,要是这种事情都妥协,我还做什么男人,一周时间过去。 我和钱情情离了婚,我以当场抓包钱情情偷情为由,让她净身出户,她父母包括她自己,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。 不过钱情情的父母,毕竟不是吃素的,认为我手上根本没有什么证据,能够证明钱情情出轨,于是便在外到处宣传,是我抛弃了她的女儿,说我在外面包养了小三。 在钱情情怀孕期间,和其他女子优惠等,说的情真意切,差点连我自己都信了,甚至就连我的父母都来问我到底是什么情况,说我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,在外面包养了小三。 我实在是感到无语,既然他们不忍,也休怪我不义,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我用针孔摄像头,早就将这一切全部都给记录下来了。 我将拍到的钱情情和韩瑞的激情视频,发到家族群,给每一个来质问我的亲戚都发了一遍,顺便传到了网上,一时间舆论反转,钱情情臭名声,就这样在十里八方传开,被亲戚议论,被公司辞退,没有办法,只能搬离了居住的地方,换一个城市生活,就在将钱情情出轨视频传到网上的同时。 我也报警,将烤鸭店的情况全部都给披露了出来,警察迅速行动,将经营烤鸭店的易干人等全部缉拿,其中就包括韩瑞,这个烤鸭店就是一个卖银团伙,只不过挂的是烤鸭店的名字。 为的就是掩人耳目,更好地进行非法交易,钱情情也是在一次点餐的时候,偶然间发现的,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,深深地爱上了韩瑞。 据他所说,这个韩瑞长得很像他的初恋,于是每次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就点他,照顾他的生意,后来韩瑞释放出狱,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和韩瑞在一起。 只不过,韩瑞由于基金的投资导致自己一分钱也没有捞回来,于是就把所有的罪责全部都推到了钱情情的身上,整日对他拳打脚踢,他一天的安生日子也没有过到。 只能说是活该,自从和钱情情离婚之后,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,在工作上很快取得了新的业绩,得到了领导的赞赏,并交了新的女朋友,至于那投入基金的二百万已经转到我的名下。 并在我朋友的帮助下,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,我生活的一切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